贵求方琪出本说话之道 方文山的歌词因沾染了爱情而被网红质疑 我们歌词有很多非常美的前半句 但是后半句每一句都接了 不是在等你就是不见你 结果我就觉得这种很奇怪的混搭 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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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给人一种没有层次 那方琪确实有不同意见 你心色等年雨儿我在等你 但其实方文山写的这一句词也是引用了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他讲的是汝瑶 但是方文山依然把这个汝瑶 变成了爱情的一项 我觉得当我们在引用诗词作为歌词的时候 可能在品鉴上有高低之分 但是利益没有高下 其他老师听到后纷纷有感而发 这有相当一定的文学功力 对 还有人愿意看书的 他对每首歌的理解都蕴含知识的力量 无锡源头主的樱花就要开了 我很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 这样就能看到蔡老师今天在这首歌的歌词中 落花时节 却又不见你这首词的原诗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样韩瑞一开口就得到了无数批评 窗外的天气 就像是你拖变的表情 听不下去了我 但是我不想点赞 我觉得他有一点招 气息不是很好听 气息太棒了 你听下来不是很好听 那您觉得具体有什么问题 一些个音准与节奏 多亏房琪力排中意 他强就是他强 清风扶山岗 今天有很多的人去质疑你的唱功 去质疑你的很多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 重新拿着话筒去唱歌的机会 你还有很多的时间 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 越过了重重的山岗 吹到今天你还是最好的年纪 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孩 最好的奖品 小王子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你们可能觉得我的玫瑰 就像花园里的玫瑰一样 但对我来说 只这一朵就足以摸二 哎呀 恭喜 但他偶尔也会露出锋芒 扮演一位岩师 你刚才在舞台上说你尽力了 我也知道你尽力了 你比我更清楚 百战团里有多少有实力的人 如果你享受着这样的舞台 只说一句我尽力了 你让那些坐了一个晚上 只能说一两句话的他们 情何以看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可敬的对手 才对得起他们的付出